为什么会生到边地 两个原因 一个是对于 佛的圆满智慧 万德万能 有疑惑 第二个 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但是 都很认真 努力念佛 求愿往生 他还是生净土了 生在边地 佛到这个世界来 帮我们什么 我们要清楚 就是帮助我们呢 从业力转变成怨力 就这么一段事情 怎么个转法 转变的理论 这一切经论里面 都说的很多很多 你能转多少 转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那是你自己的功夫 你自己 真的 依教风险 认真 我认真 认真努力地 改习期 去烦恼 一教风行 你决定转过来 你决定转过来啊 佛师门中 又求必应 我出修佛 刚入佛门 张家大师就把这些道理 叫做 这些人不是凡人 对于一般人 一接触就晓得 不但张家大师 以后 甘珠 都跟我讲过 甘珠是张家的学生 他们在我背后 都批评我 那是我没出家了 他们都叫着我的名字 这个徐某人 人很聪明 可惜没有福报 又短命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没有福 转变成有福